新的东西都要支持 太阳之旅 荷耀山 不仅歌迷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朵象征桑 太阳的向日葵迎接荷耀山 荷耀山自己也推着摇篮车再满了太阳花 走进了签唱会现场 画面看来有如太阳花海 而当歌迷随着偶像的歌声荡合唱 现场又是一阵感动 封面眼睛王 海报非常非常好 很完美 我觉得今天的心情是那种非常嗨 可是又很想哭的那种感觉 我为什么会推这个车呢 就觉得说这两年半的努力准备这些 就好像生了一个baby的感觉 而最近由于马不停蹄忙着宣传 和荷耀山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体讯 吃不太下这样子 可能我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有胃口 可是我会尽量的去吃 然后我的肠胃不怎么好 所以这几天还是有那种要晕的感觉啦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叫医生来看我 然后就觉得说 可能就是要晕的时候真的要蹲下来 就是怕的时候晕倒 就怕的时候晕倒 歡迎何耀山 那天我在卸妝啊 可能就是整天 就是太忙了就上通告啊這些 然後整個人就倒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我已經在床上了 可能在倒之前我記得說我有叫一聲 還是什麼 所以你倒的內刹那沒有撞傷吧 沒有因為我就是已經習慣 就很會暈然後我知道說 一片模糊然後我就好像是蹲了下來還是怎麼樣 可能有撞到一點點可是不是很嚴重 我以為已經準備很充裕後快會用到的時候 趕快在氣墊充氣然後丟下去 趕快在氣墊上去 所以會因為身體不舒服 就簡短宣傳嗎 不會不會因為我真的希望說 大家就是可以更 了解何耀山因為兩年半沒有出專輯了嘛 那我對這張專輯非常的期待 然後也有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就可以聽到我的努力 我最近打得好兇喔我都會唱了 真的嗎哪一首哪一首 欸你喜歡嗎 雖然資格請你充滿掙扎 我還是會想到到這裡 到這裡已經很厲害了 你怎麼會唱啊 我開車 所以趕快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好啊好啊想跟大家介紹就是 這張專輯叫做收穫 我覺得說這兩年半沒有出專輯 可是我好像過了一輩子的幸福 第一呢就是 生小孩 對OK第一生小孩 這不是第一嗎 你本來沒有要講第一是不是 那個是第二啦 其實第一就是我很感動就是 歌迷在這兩年半就一直送我E-mail 然後一直在跟我講說他們在等我 我其實蠻感動的 就是因為我在美國啊就有一點點小成績 覺得說自己很幸運 那那時候又生了寶寶 那我是完美主義者 我一直想說要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說做得更好 那我又想說要不要回來 要不要回來 可是我當然說飲水要失言 我覺得說我其實是在這裡開始的嘛 那我真的是希望說自己可以回來做得好 可是就是有壓力啊這些的 所以他們的E-mail一直來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你說台灣的朋友是不是 對台灣去亞洲新加坡也有啊 那我就覺得說我真的要回饋大家 然後希望說唱一張 就做一張專輯讓大家很有共鳴 然後這兩年半其實我還有機會 就是輔導很多的人 所以就把真實的案例放在裡頭 像剛剛你講的那個還是會想他 其實是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後頭 有啊那MV裡面好像有稍微敘述了一下那個故事 是什麼故事啊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沒在follow電視 等一下會太長嗎 生完小孩以後第四台錢就忘了去找 然後整個被尖叫 好像是帶來什麼故事 其實是講到 其實他的MV裡頭是講三個女生 愛上一個同樣一個男生這樣子 可是我自己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呢 其實是因為我輔導過一個女生 他突然間跟那個男生分手 那為什麼原因他沒有說 那我一直輔導他他也不說 可是兩到三個月過後呢 其實才知道說他死了 你說那個男生死了 不是女生死了 他跟男生分手的原因是因為 他就讓他死掉了 對 所以他不要那個男生看到他要死的那種 然後我就哭得很慘 也太慘了吧 對 你幹嘛跟我講這些啊 他好像心情很不好 你心情不好 你心情不好 他覺得很傷感啊 來講重生的故事好了 你有講到生小孩的喜悅的歌曲嗎 這裡面 有啊其實我的寶寶他很喜歡笑 那裡頭呢其實馬鈺 我的寶寶也是 真的嗎 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女生 你的是女生 他是男生 那我的男生可以跟你的女生見面嗎 你的男生幾歲啊 男生幾歲 可以17個月 你的呢 我的現在是五個月 可以讓他們舍我沒關係啊 我們有一個三歲半的 你五個月 我五個月 你的身材那麼好 請問你做了什麼 就是控制飲食 有沒有做運動呢 運動還 我覺得真正會瘦其實運動還好 我覺得少吃比較重要 其實是代理育母 可是你也很瘦啊 可是你會不會太瘦 五個月 對 你好厲害喔 沒有啦其實某些地方還是軟的啦 只是剛好都吃煮了 我知道我們都教會很軟齁 很痛苦的那個 那一款 你不要知道 你眉身怎麼也那麼軟啊 你好煩 你好煩喔 啤酒喝的 Anyway就 某一芬老師呢 就覺得說 這張專輯 就是要大家聽的時候 可以聽到真實的感動 所以很多人的聲音啊 這些都放在裡頭 對 你好像有小baby的聲音 在笑 對那個我永遠都在 那首歌啊 那個笑聲是 其實是baby笑的時候 在家裡用MP3 跟他錄下 是真的你兒子的笑聲 對 很多女歌手都在做這件事耶 王菲也是 真的嗎 因為 某鏡童有在他某一首歌裡面 哈哈哈哈 有了小孩之後 你就真的覺得很想把他們錄下來 對我了解 畫面啊 連屁屁的畫面也想跟他錄下來 屁屁 尿尿 所以喜歡那個耀山的朋友們 除了可以聽到他美好的歌聲之外 還可以聽到他兒子的笑聲 對 然後會辦那個簽唱會那些嗎 對啊就是還有很多場的簽唱會 中南部的 所以希望大家 還有演唱會 在6月30號到7月中都會有演唱會 所以喜歡我的歌曲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來喔 然後就去華納的那個網站 查一下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是我個人比較好奇的部分 你剛剛提到說 就覺得《飲水十元》 所以回到亞洲來發這樣唱片 那我們也知道你其實原先是宗教信仰的關係 比較像宗教音樂那樣子的一個歌手 那當初在流行樂壇裡面 究竟是哪一個博樂發現了你這批簽鈴嗎 讓你就是成為一個流行的歌手 其實那時候啊 因為就是Internet嘛 讓我就是有機會 輔導台灣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就來到這裡 那我自己都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有一個sing along session 就會唱一些別人的歌啊什麼的 然後有一個朋友是製作的嘛 他就帶了那個服帽的老闆 去聽到我的唱歌唱了 然後就問我說你要不要簽約 我嚇到 因為我是輔導老師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做這個 雖然說我很愛音樂 然後我就覺得說也好 然後他輔導我他很厲害啦 他就說 你其實可以用唱歌的方式講故事 幫助更多的人 因為輔導是一對一嘛 那其實你唱一首歌 其實可以幫助到很多的人 那我聽了也覺得很有理由 找到一套新的路 對 所以現在做的時候 很多歌迷都會寫來說 你的歌陪伴著我最長的一頁 好感人喔 所以這些都是他的收穫啦 就說說在收穫這樣發展一頁 真的還好那個服帽的人 是那位那個博樂 就發覺你這個很厲害的千里馬龍 怎麼會講那麼老派的話 他自己都想吐了 好啦謝謝耀生 謝謝 謝謝大兵 拜拜 謝謝 謝謝 不可思 我都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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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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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不不不 我都不不不不 我都不不不不不